春天是个万物苏醒的季节 可爱的春姑娘迈着轻盈的布子来到人间 那一片生机的景象便随之来到市面八方 整个世界像刚从一个漫长的睡梦中苏醒过来一般 德城小镇我要回来了 去年的你还是光秃秃的呢 看看这美丽的景色可都是我的功劳呀 听说呢有很多好玩的 我要叫醒我的小姐妹妹一起去德城小镇游玩一番 起来了起来了 再睡我就要下雨了 哎呀睡得我腰疼了 姐姐你来的也太晚了吧 吃了呀姐姐我都等你好久了 咦这小黄椒是新来的吗 姐姐们好我是你们今年的新伙伴小黄椒 我会做很多好吃的哦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今天我们要去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 听说那你可以去做任何你喜欢的工作 可以挣钱做好吃的 我们来人间就是为了更好的融入到人类的生活中 所以呢今天我要给你们一个小任务 今天你们都要去到德城小镇 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去打工 挣钱 要学会跟人类和平共处 给别人提供帮助和关心哦 我先带你们去里面熟悉一下环境 来我带大家先过会 你们看看哪个有兴趣 我要去母银馆 里面的小朋友们真可爱 那我去草衣馆吧 我最喜欢吃很多很好餐的东西了 我要去烘梅馆 我最喜欢做小饼干吃了 那我去超市帮忙 今天太阳小山前的农场集合 去吧孩子们加油哦 是保证完成任务 熊姑娘刚在超市摆完活物 便想着不知道他们做得怎么样了 我得偷偷看看 大家先把宝宝都放下 你们觉得小婴儿可爱吗 可爱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好好地保护他们呢 是的 我们的宝宝还这么小 身体是非常脆弱的 我们的操作稍微有些错误 都可能会让小宝宝受伤 那接下来珍珍听我说好吗 好 笨蛋你手这么干 泥土可能会粘这里啊 来 我有空 看着 好了好了好了 吃饱了 接下来就该认真干活了 有小猪的小伙伴 你们带一些我们去给你们的家长品尝一下 我也要带一些去给姐姐们吃 我们今天都看了你们的表现了 非常的好 但是我给你们的奖励 每人一个纪念品 我给你们带的是小朋友的爱 每人一瓶牛奶补充体力 我也有 我给你们带的是多肉形状的陶瓷作品 这是我给你们的小饼干 谢谢 бу ais 是 的 你们ho 的 我的 稳 你 对 好的 那 Pour 大概 Bean